这种精致又好看的组合短发该怎么修剪呢 来一分钟教会你 微型分区离法极限2到3公分定出底线长度 全部拉至后部方修剪 完成后滑塞锯角让底线变得更精致收紧 斜向前分线60度左右提拉 采用2靠1 3靠2 4靠3的方式向边角延伸 在裁剪的过程中注意保留底线的长度防止减缺 向后提拉的方形底线可以保留两个侧角的长度增加短发的美感 向后提拉的发片可以形成强烈的向前流向 两侧的方法一致动作要连贯思路不能乱 整骨点以上斜向前分线小法术45度锯齿切口 让整个整骨点以上会形成强烈的饱满度 这种裁剪技巧更适合头骨扁平的骨客 用相同的方法左右两侧依次延伸即可 这是后驱完成的效果 前侧点以下的区域 斜向后分线90度提拉 长度定在耳垂附近 跟随分线平行提拉 刘海的长度定在眉毛以下 斜向后分线切口与分线平行 每一层逐渐提高角度 让整个头顶的动感区形成强烈的向后流向 通过每一层高角度提拉角度 让头顶的层次均匀柔和 在提高角度的过程中 注意跟随头形的弧度 侧区逐渐向下延伸 这是顶区完成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这种裁剪方式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是最后完成的效果 哦